ok 同学们就来看这个一年级数学活动本上册 我们来到这个第84页 所以我们看西项的 折出男娃娃和女娃娃 所以看到这个男一个女哦 所以女的通常那个 呃 睫毛啊他比较长一点哦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男这个是女 ok 然后把答案少于8的算式 那么答案少于8的就挂在男娃娃卡上哦 所以其他的 呃挂在女娃娃卡上哦 就说如果答案是超过8的话 呃 就说 8或是超过8的话 我们挂在女娃娃卡上哦 所以他的这个折法是这样哦 那么可以做一个男一个女哦 所以那么老师就简短折 就没有折哦 所以你可以自己试试看折哦 那么看这个 啊你看这个女娃娃哦 那么他挂了3片哦 等下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这个 算啊算法先哦 我们做出来 那么我们就写等于在这边哦 那么第一个16减掉 啊8的话 ok你应该猜到是多少哦 那么做这个的时候我们可以 啊 若是遇到减法就说 16好像很难减8这样哦 我们就8连在8呢 这个我们连在嘴巴 那么我们算到第16 我们手指就空空的拿出来哦 那么8呢 我们算到16就可以了哦 所以8连在嘴巴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6 你看到这边 有多个手指就是答案了哦 所以这边 5 6 7 8 所以这边我们知道是8 等一下我们才断定男女哦 ok 然后到这个2加9 所以呢 这个 9 我们连在嘴巴 我们选这个两个 数目比较大的数字 比较大我们先连在嘴巴 因为算可以算快点哦 所以2加9 9连在嘴巴9 10 11 ok 就这样哦 所以这边是11哦 那么你也可以 9 连在嘴巴 那么两个手指拿出来哦 9 11 ok 就这样哦 那么这个8加5也是同样形式哦 所以我们等于多少 8连在嘴巴哦 那么5可以拿出来哦 那么8 连在嘴巴 8 9 10 11 12 13 所以我们知道是13哦 那么3加2 你可以3跟2啊 降加就可以知道多少哦 我是 这个比较简单哦 这个3加2 我们知道是5哦 然后就要去到13-7是多少 那么减法 我们7连在嘴巴哦 因为减法我们就选最小 那个连在嘴巴哦 下方我们就选最大那个 降在嘴巴哦 所以13-7 7我们连在嘴巴 我们算到13哦 所以7 那么空空手指拿出来哦 因为减法我们就没有啊哦 所以我们空空手拿出来哦 所以就7 连在嘴巴 7我们算到13哦 7 8 9 10 11 12 13 啊 所以总共多个手指就是 6个手指哦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6哦 OK 接下去我们看最后一个哦 那么12-9 我们9啊 9连在 嘴巴 9 那么 我们连到12哦 9 10 11 12 所以多个手指 3个哦 所以这边就3哦 OK 现在就是挂那个娃娃 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他这样少于8的话 就是挂在男的哦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少于8 啊 我们就写在这边好吗 就说在 然后他的右手啊 OK 我看这个写在左手哦 那么8的话这边就是女的哦 然后13这个是女的 那么这个6 这边就是男的 因为他要少过8就是男的吧 所以11 这边就是女哦 那么这个就是男哦 那么这个也是男的 所以总平均哦 所以一定是三张男 三张女的 OK就是这样啊 那么这个是一年级数学活动本上册 我们来到这个第84页哦 OK的话你可以在这边subscribe哦 那我可以看下有关下video在这边 那么在这个video下面这个链接可以按哦 你可以加入6要是所开发这个telegram bobot哦